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事风格真实激进 但思虑不周全 有人佩服他出生牛犊不怕虎 不畏强权的精神 同时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那时的曲美凤年轻啊 又因长相酷似邓丽君 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不少追求者 而彼时的曲美凤在对待感情方面并不理智 甚至可以说是一团糟 陆陆继续和不少男士都传出过绯闻 女孩通常都会把感情的事或者心事与自己的好朋友分享 曲美凤也不例外 他有一个好朋友名为郭玉玲 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曲美凤因为一些心理问题时常向其咨询 了解之下两个人很是聊得来 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闺蜜 他们的姐妹之情好到什么程度呢 曲美凤不仅把自己所有的事都告诉郭玉玲 两个人还会一起旅行同吃同住 在郭玉玲的面前曲美凤仿佛像一面玻璃一样完全透明 郭玉玲成了她的倾听者陪伴者 也成为了知道她软肋的危险人物 2001年10月 台湾的一家媒体刊登出了曲美凤的日记内容 直面指责她私生活糜烂 感情不专一 脚踩好几只船 此时有些事情已经开始露出端倪 但曲美凤还全然不知 一个多月后 台湾独家报道封面刊出斗大标题 曲美凤真人Live Joe 大肆报道曲美凤归房遭偷拍事件 新杂志一共发行了13万本 还将长达47分钟的真人秀光碟刻录成8万份 随堪奉送推向市场 最过分的是 视频中没有任何马赛克的覆盖 从来关于这种陶刺新闻都是吸引人的 更何况主角还是全台湾的名人曲美凤 所以这些DVD在不到三小时便被抢光了 当时原价不足百元新台币的杂志 在黑市甚至是涨到了上千元 事后有关人员和警察连夜在全台各地查扣近千张光碟 然而这些限制级视频已经被许多人看完了 有网友看完之后还留下评论 过程之长 画质之好 动作之精彩 令人嘖嘖称奇 一时之间 曲美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随后刊物又连发两期 以这个话题为主题的周刊 皆是一上市就受庆 独家报道最后还登出鸣谢广告 事发之后 曲美凤瞬间成了众矢之地 外界的声音一句比一句难听 他就像被扒光了扔在大街上 过人平头论足的小丑一样 而造成这样局面的背后黑手 竟然是自己的好闺蜜郭玉玲 也许是因为个人恩怨 也许是火同曲美凤的敌对者 郭玉玲在曲美凤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其住宅 办公室等都悄悄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那时刚好曲美凤迷恋上了电子工程师曾仲明 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对方已经结婚 当知道时他已经情根深重 不能自拔 错误的爱情给了郭玉玲等人可乘之机 但也许没有这位曾仲明也会有别人 哪怕是曲美凤的正牌男友 对方来势汹汹 意在搞垮曲美凤 当然郭玉玲也付出了代价 他和同伙因侵犯个人隐私 妨害风化 企图逃亡等罪名 分别被判处了一到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牢狱比起郭玉玲 曲美凤更想是自己进去 因为这样他就不用面对那些赤裸裸的眼光 听不见那些肮脏的声音 事件发生后 我几乎精神错乱 每天躲着所有人 因为我连强颜欢笑都办不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曲美凤都把自己锁在家里 那个时候他只想要自己一个人静静的 孤独的待着 他不想去在乎外界的眼光 可越是不想就越按捺不住想去了解 所以他会在清晨全副武装后去报刊买份报纸 然后又快速回到家里 无数次曲美凤想要用轻胜的方式结束这场噩梦 可每次想到年迈的双清 又没有了去那样做的勇气 以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2002年2月 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 一本名为曲美凤颤情录的书籍 开始在世面出售 全输9万次 是曲美凤自己对爱情金钱 吸引的见解与看法 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 融杂在书里 直白描绘了与六位前男友的感情过往 还交代了另位八位男士与自己的关系 同年他还接受了大陆主持人陈鲁玉的采访 陈鲁玉一心想要从他的嘴中 探出亲密视频的细节 和事件相关的更多信息 但曲美凤始终以一谈进水的态度 不予过多的透露 用很模糊的回答敷衍了过去 写书和接受采访 也许是曲美凤想要正视这次灾难的解决方法 但最终这个方法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那阵舆论的风久久没有吹过 他觉得没有颜面在水深火热中继续面对世人 离开 离开是唯一的选择 2003年 曲美凤离开了台湾 一开始他准备去上海复旦大学读书 但怕媒体会紧随其后叨扰 便决定直接飞往国外 祈求新的环境能给予自己新的开始 他确实做到了 但又好像全都失去了 在英国留学期间 曲美凤结识了一位来自沈阳的男子 对方比他小了14岁 特别的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步入了婚姻 姐弟恋看似美好 可在时间的作用下 浪漫被生活的琐碎冲散得一塌糊涂 他小我14岁很年轻 但思想也很不成熟 他对我有很大依赖性 可是我也想要在爱情中得到呵护 在相差14岁的小丈夫面前 曲美凤更像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在和他相处 不仅要教他很多事 俩人一起经营的咖啡店也都是曲美凤在出资 疲惫的婚姻没有持续多久 仅一年多的时间 曲美凤就和低任丈夫分道扬镳 在这期间 曾经和郭玉玲一起谋害自己的好友要出狱了 其父亲特意去国外找到曲美凤 希望他能在女儿出狱时一起去接 曲美凤答应了 我不需要为了他炒作 是他爸爸特意来拜托我的 如果他的女儿因此不被受惠接受 我也不会快乐 曲美凤真的很认真的在跟那些过往说再见 受过伤害的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 可以供自己停靠的港湾 随后他在深圳邂逅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和第一任丈夫不同 二任丈夫于双轮 年龄比他大11岁 事业有成成熟稳重 曲美凤和于双轮结婚时 已经年过40 为了爱情为了家庭 也为了自己 曲美凤在46岁高龄的情况下 怀孕生子 可以说是非常拼命了 儿子满月时 俩夫妻高调的为儿子办了满月酒 同时在库别家乡十多年后 他为了年事已高的父母 也再次回到了台湾 这一次我感受到了呵护 曲美凤对新任丈夫很满意 在媒体面前止不住的夸耀 虽然和丈夫时常异地 但他从不查请 给予丈夫最大的私人空间 其实有时俩人有些争执 丈夫也会主动妥协求和 有一次吃饭 他顶了牛肉 我气他知道我不吃牛肉还贵一点 但他说那家餐厅的牛肉很好吃 劝我尝一尝 我还是不肯 后来他就让步了 曲美凤的话里行间总是透露着和鱼双轮的甜蜜生活 2007年 曲美凤加盟澳亚卫视 以500万年薪出任澳亚卫视台北公司总经理和新闻主播 加盟当天曲美凤凤冠侠批 乘坐黄包车来到澳亚 跨过炭火盆 欲烧掉一切不如意 告别过去 迎接顺利新人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光碟事件还是偶尔被提起 有接着问道 担心儿子以后看见光碟吗 曲美凤直言 不担心 自己当年的身材超正的 他还教导儿子 当年自己被坏人欺负 流了很多眼泪 你要不要做一个男子汉 和爸爸一起保护妈妈 本以为这一次终于能如他所愿 能和爱人好好相伴 一直到老 可曲美凤和雨双冷的婚姻 在悄无声息中再次传出婚变 对于他口中的完美丈夫 外界似乎没有看见过本人的身影 为没有人喝过他们的喜酒 后来曲美凤把儿子也接到了台湾 交给母亲照顾 让离婚的传闻愈演愈烈 婚姻的事情扑朔迷离 但曲美凤自己倒是有了很大的转变 他将住所搬到了金门 据说那里很适合修行 近几年他去过不丹新加坡参加佛会 开始潜心修行佛法 曲美凤的一生有过轰轰烈烈 疯狂与冲动 也充斥着曲折坎坷和爱而不得 为事业和爱情他炙热的追求 也因为自己的错误 付出了扭转一生的代价 无论第二段婚姻的结局是什么 但看得出曲美凤已经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起起伏伏的人生 转眼就已经年过半百 愿他在自己的信仰中将遭受的污秽喜去 得到重生般的解脱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